还能在比谁都大声台下选民 坐无虚席炒热气氛 民进党立委候选人吕孙林和总统蔡英文 联合进总成立 选区里长行动力挺 贴心送上包纵 象征好踩头 吕孙林好人缘 挡不住前行政院长游锡坤 副院长陈其迈和交通部长林嘉龙 都抽空现身打气 同党好友也意气相听 吕孙林是立法院最年轻的 但是她学习力也是最快的 她就我们常常开玩笑说 她就像一个海绵宝宝一样 一直吸收一直吸收 每一位这个民主前辈 都是过去在为台湾打拼的 这个民主前辈 那也非常感谢他们愿意 给孙林很多的这个经验的传承 要用政绩证明 吕孙林在立院狠拼 但对手阵营却莫名发聘书 到自家来试图挖角 甚至把政绩往自己身上来 一位这个政治人物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诚信和尊重 那我自己在邀请干部 都是亲自的邀请 那一个一个的发聘书 国民导抄袭政业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批评别人不会增加自己的高度 那不断的咒骂别人 也不会让自己的价值提升 坚持走自己的路 吕孙林尽管年轻 却用行动替选民打批 不为民主保卫战打得艰辛 要立委连任 势在必行 记者综合报道 actually 每个人 这位 这个制作 我觉得 这个制作 这个制作 这位 非常 assez